一个细胞对生命的思考 有人说,生命的意义在于 带着一个比出生时更智慧与更富有能量和能力的灵魂离开 这引发了我的思考,并得到以下的引导 请理解时间只是你所在的这个舞台上的滴答 而在那大幕后的共识性下 你本就是一种顽形的存在 你本自拥有所有的可能性与所有的资讯 但通过你自身的意志滤网后 哪些得以呈现,哪些可以呈现 被呈现出来的又经历了何种的扭曲 都是自身认知架构和当下次第境界所决定的 物质精微本是一样的 但每一次分化的选择带来了不同的精力塑造 让你成为了这个现在的你 我疑惑地问道 是否这可以证明自己在当下的路径与状态 不管如何都是正确的和有效的呢 因为毕竟是这个过程铸就了那个完美的自我啊 那又何必追溯热忱去努力和经历坎坷呢 如果不是,那完形是怎么达成的 大家都混吃等死好了 这怎么解释得通呢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肯定的单一的正确答案 一切都是随机的混沌的可能性的 宏观函数的某一种坍缩 作为句话个体的你 有权激活于演绎任何版本的人生经历 这些版本都已经存在和正在发生着 并实际上与你无关 你的意识只是进入或离开这些循环上演的戏剧片段里 对这些早已成就的剧目 从来没有任何的实际影响 但请了解和意识到 在共识性以外 还有同时性在运作并发挥着作用 共识性与同时性是很相近的概念 都是时间不再以单一的有序的形式而展现 差别在于 共识性是每一个不同维度未面的当下 都是水平相同的 而同时性是所有未面上的所有片刻当下 都是平等存在的 我们从来不介意你如何或是否 可以在此生达成应有的发展与进度 要知道不止你一个在尝试着经历 也不止一次地去尝试它 我们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终究会有一个你 在某一次的尝试中达成了我们期许的预期 推进了进程的演化 当然那个达成了的 必然是广义上的某一个你 同时又未必是这个具体的你 这对我们来说毫无差别 在无尽的时间中 在无数个频率形成的世界里 这个微观上的你 聚化到具体的一个点上时 可以去经历最高的成就 也可以随时随自己的意愿 体验最混杂的经历 一切都是混沌中的必然 都有其道理值得尊重 毕竟成功的基础是基于知道 如何做导致了失败 并依此予以排除 因此所谓的失败 也都是成功的一部分 拥有完全的价值 毕竟你的努力 帮助另一个你自己明白 要如何避开不必要的痛苦与蹉跎 记住 所有的可能性都被容许 给予充分的探索与历经 请让我更具体地理解 这个问题好吗 看你血管中那 依照个独立运作的细胞吧 它们每一个都拥有 全然的独立意识 都有权利选择达成 或放弃自己的功能与作为 甚至存在与否 是否对自己的指责形成响应 它们每一个都是你 它们又都不是你 它们组成与成就了你 又没有具体哪个 达成了那个完美的你 你本质上就像这些红白细胞一般 虽然各自不同 又同根同源 同归同运 各自为正 又混沌统一 各有命数 又荣辱与共 兴衰同气 天道就像你一般 从来没有关注过某一个细胞 它是如何达成其一生的境遇 所有的细胞对你 都是平等的重要 都是你 又都平等的不重要 都不是你 它们当下形成与成就了你 搭载着你的意识 之前或之后的某一刻 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般 都是你从万有中 临时拼凑而来的 这就是你要的答案 这就是个体对于本源的意义 个体命运 在宏观与微观上的随机与宿命 和一个细胞无异 你可以选择去经历宿命的规划 达成或未达成自己的担当 混沌的或了明的 历经自己的生命周期 苦闷的 亦或者是了之一切的 努力达成完形 甚至成为变数个体的存在 这其实都在宏观的大概率中 始终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并有其独特的价值 被尊重着 所以对于无上智慧的本源来说 每一个维度中 每一个当下里的 每一个形态与状态的你 都被其需要和爱着 不管你是分母还是分子 都有其确定的必要性 和值得尊重的存在感 感谢观看